哈囉,大家好,我是默默 我平常的工作要長時間使用電腦、平板、手機這些3C產品 再加上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在家裡頭工作的時間就又更長了 所以我都會想要把我的工作環境弄得更舒服一點 我之前就一直覺得我的螢幕高度位置不太對 坐在電腦前久了,肩頸很容易痠痛 還特地買了螢幕支撐架回來 給你們看一下我本來的配備 這個是我舊的螢幕支撐架,又大又重 而且它除了把螢幕放上去之外就沒有什麼其他的功能 所以我還要另外準備這個極限器來應付其他的充電以及連接的需求 整體來說用起來不是那麼的方便 最近我終於找到理想的螢幕支撐架了 這個是我在哈雄購買的CXNO支撐架 它是結合HUB接孔的螢幕支撐架 支援不同的HUB接孔 還支援QC3.0快充加TD快充 那它不需要任何工具就可以直接組裝 這個HUB接孔你要放在左邊還是右邊都可以喔 它是強化玻璃材質 邊緣都有導圓角設計,質感很好 不用擔心刮傷手 而且它可以沉重20公斤 一般筆電及桌機使用都沒有問題喔 我來分享一下我現在工作區域的新配置 這個螢幕支撐架裝上去之後呢 我就把我的手機跟平板的充電線都連接在側邊的HUB上 然後還有我平常有使用這個螢幕智能燈 螢幕智能燈的電源我也接在側邊囉 我就不用這麼多豆腐頭啦 也不用這麼多的插座 它支援的這個QC3.0快充是真的還滿快的 像我剛剛手機已經被我用到快要沒電了 現在大概充20分鐘左右吧 它已經快要充好囉 那當然這個螢幕支撐架的高度對我來說也比較剛好 你們可以看到我現在螢幕支撐架裝上去之後 我的視線比較可以平視螢幕 那比較不像我之前的高度 我會有一點點聳肩 然後有一點點這樣子一直要往下看 那我那樣子聳肩工作久了之後 當然肩頸難免就會痠痛 那我現在看螢幕的姿勢 就是可以做得比較挺直 那這樣子長時間工作下來 狀態會是比較OK的喔 那這個螢幕支撐架它是透明的 它這下面有一個空間 在這裡收納東西也可以螢幕瀏覽 那我平常就是有習慣要在螢幕上面放一些我收集的公仔啊 還有像這個是我補妝用的口紅啊 粉餅啊 就一些哩哩口口我會把它收納在這個上面 像下面這一個空間啊 我就打算拿來收納鍵盤跟滑鼠 像這樣子把鍵盤跟滑鼠推進去之後呢 整個桌面就又更整潔了 有的時候我要做一些事情就更方便 我真的覺得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像我搞定螢幕支撐架之後呢 我現在覺得工作效率大大提升 那之前肩頸容易痠痛的狀態也好了很多 那老樣子傳送門我就放在貼文的資訊欄裡 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就快去逛逛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小鈴鐺 還有追蹤我的Facebook及IG 我是莫莫 咱們下回見啦 阿 當真實在